Hello大家好,我是葵葵菲比,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感觉我已经好久没有录视频了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来做一个LV包包的开箱 这是我最近买了一个LV的包包 这个是我喜欢了很久的一个包 还有今天我这个视频呢会做一下这款包包的评测 就是它的优点,它的缺点 然后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以 就是将近八折的价格买到这款LV包包的 这个包呢其实我是期待了很久的 就是我从好像一年多前两年前我就看上这款包 然后当时就觉得价格还蛮高的 然后就一直在想要不要买要不要买 然后最近呢因为我新换了工作 然后就想要不给自己买一个包包奖励一下 废话不多说那我们就先来做开箱 其实呢我是已经背了一段时间 为了做开箱给装回去 这个丝带呢是我自己绑的就还可以吧 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看它也不大 然后我买完这款包它就涨价了 所以我觉得我感的还蛮不错的 登登就是这款达芙尼 这款是达芙尼的小号还是中号 反正它大的那款有中号 然后这款相当于小号吧 它还有迷你的就是达芙尼Walk 就是比这个还要小一点的那个Walk 但是那款就没货了 而且我觉得那款也比较小 装不了什么 然后所以我最后就买了这一款 其实我开始呢是想在这个迪奥蒙田三菱 和这个达芙尼之间选择的 因为它们都属于这种方方正正的包 就比较适合通勤 因为我开始年初的时候看门 蒙田三菱大概是3800到 但是我买这个达芙尼的时候 看蒙田三菱它已经涨到了4200还是4300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不太值 因为迪奥的蒙田三菱它是一个布包嘛 而且很多人说 就是它那个包飞久了之后能祈求 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LV吧 而且我觉得LV的质量也有保障 而且它也比较保值 然后后来其实我是想买那款五合一的 我觉得那款真的是性价比之王 因为那个五合一一直断货 而且很多人说这个五合一其实 看起来比较花哨 但是其实装不了什么东西 而且上面的那个小零钱包 感觉就是一个点缀 其实没有什么用 而且我平时要上班 有时候要去公司的 去公司的话 感觉背上一个那个特别不正式 你知道吧 就是不太像一个通勤的包包 因为通勤的包 就是你要方方正正的 就是比较适合通勤 你要是什么圆饼啊 就那种奇形怪状的呀 那就不太适合通勤 我还比较想 就是让人觉得我穿戴比较正式一点 所以最后呢 我就选了这个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大小 我其实开始看上了是 就是中号那款 因为我就中号那款 网上图片什么的 感觉背着 就特别这种时尚大气的感觉 后来我到这个店里试了一下 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太大了 就虽然我比较 个子比较高 但是那款包就是感觉又重 然后又大 就是你如果是 就这种腋下背 就这样侧背的话就还好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斜胯的话 简直就是感觉是一个 背了一个砖头的那种感觉 而且当时其实迪奥还有一款包 我特别喜欢 就是那个一个特别小的圆筒 我把图片放在这边 然后那款是一个男款的包 但是它是老花 就因为我特别喜欢老花 然后当时就觉得 那款也不错 就是它比较休闲 也不是那种方方正正的 就是适合通勤的包 然后后来是我这个 跟我朋友去的嘛 然后我朋友就说 还是来达夫尼这款吧 就是虽然那款包会比这个便宜一点 但是我还是觉得 就是这款包可以就是常用啊什么 我们都觉得LV的包 比那个Dior的包更保值一点 所以后就买了这款包 然后这款包它其实 我觉得中号那款特别漂亮一点 就是它带一个那种金链子 那个真的是 就是达夫尼这款包的点睛之笔 但是呢 我从就是小红书上看 它在那个淘宝上 可以自己配一个这种金链 给这个小号也配个金链 也蛮好看的 所以我就最后决定拿下这个 然后再从淘宝再配一个金链子 而且那个贵姐当时也跟我说 就是她觉得 达夫尼的中号比较重 我也觉得如果平时上下包 每天都背的话 其实也带不了那么多的东西 你如果真的带很多文件的话 你就不会再背这种包 你会背一个帆布包 透它什么的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比较实用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包包 就从买的这个包包到现在 几乎是每天都在背 除了下雨 我没有背过 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背 我之前翻那个各种 就是网上的评测什么的 我就发现就是很多人说 达夫尼特别丑 就get不到达夫尼的好看 但是可能是个人的感觉吧 我从第一眼开始看见这个包 之后我就觉得 这个包长在了我的审美上 就非常好看 本身我就特别喜欢老花嘛 就我有一个LV的Speedy 就特别喜欢 然后呢 我还特别喜欢他们家 就是这个浅色的这个 老花的这个面 因为它全都是老花嘛 然后这还有个大的logo啊什么的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款设计 就是它后面都是这种棕色老花的 然后它虽然这个全都是LV 他们专属那种帆布的啊 那种压纹的 但是它这边侧边还有这边 它都是牛皮的 然后这有一个大的logo 很多博主都特别喜欢它这个logo 是因为它这是吸扣的 就是取用特别的方便 它好像设计好像是这种 插着拿着 但是其实不是 就非常的方便取用啊什么 然后里面呢 有两个隔层 它里面呢是这种挤皮的 虽然就是比较容易粘粉末什么 但是我觉得平时用那种 粘的那种滚 然后这样粘一下 还是蛮容易就是打理的 然后它最里面有一个 特别小的一个袋子 这个也就最多放个一两张卡吧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隔层 还蛮简单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觉得它这款包 就是可贤可甜 就是平时我喜欢穿休闲的衣服 背着也还蛮合适的 如果你穿西装啊什么的 上班啊背着也还蛮漂亮的 所以就觉得比较百搭 还有这款包 就是它造型也是比较复古的 它好像是来源于之前LV出的一款 也是达夫妮 它是把它们改良了一下 把这边的这个皮面 变成了这种浅棕色的 所以我觉得还真的还蛮经典的 它这个肩带呢是可拆卸的 而且它这个肩带可以调节 所以它一共有两种背法 它斜胯大概就是这个效果 也可以这样单肩背 单肩背就是他们很多人说 这小号就感觉就没了 太小了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 但是它斜胯的时候也蛮漂亮 我还是比较喜欢斜胯的 然后单肩就是一般吧 也还可以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在淘宝上 自己配个金链子的话 那就更漂亮 我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这款包的缺点吧 就是我背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首先它第一个就是 它这个 因为它这个扣 这个磁扣特别的大 特别的重 所以它整个的包身 是有一点向下凹的 你们看侧面 看见没 它是因为这个扣太重了 所以它整个是往下凹一点的 所以平时你如果不放东西的时候 我会填充一点纸啊 什么的在这边 以防止这个包变形 然后它还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它这个包 因为还是因为这个扣子 它容易前倾 你看如果平时只这样拎的话 它是这样前倾的 所以我一般装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先把特别重的 比如说手戒钥匙 放在最里面这桶 然后把一些轻的东西 纸巾什么的放在这层 这样的话 你要是单肩的话 它就不会那么明显 就不会前倾的那么明显 但如果你是平时 基本是斜块的话 其实就无所谓 就没有这个问题 就总体来说呢 还是一款蛮不错的包 这个包其实容量还是可以的 然后先放一个卡包 然后放个手机 手机放在前面这层 然后再最后再放一个钥匙 就是放在这里 其实我带的东西不是很多 就感觉也还好 而且它重量也还好 就还蛮方便的 就平时带这些东西啊 其实大家如果想买达克尼的话 我就推荐大家买这个小号 我不推荐大家买那个 达克尼的沃克 因为那款的话虽然我没看过实物 但是我看很多博主测评 就感觉那款实在是太小了 也就是做做样子什么 那我觉得还没有必要 就是还不如稍微加一点钱 然后买一个这个小号 我觉得就是买包包还是实用 还有你喜欢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这个个人不太喜欢买那种 放不下手机啊 就特别小的包包 比较时尚 凹造型比较好 当然我这种比较实用的 就平常要上班啊什么的 打工人还是适合这种包包 然后我还有跟大家说一下 我是如何以将近八折的价格 买到这款答复你的 好像是从之前几个月的时候 所有的加拿大的CF Mall 它有折扣 就有这个买里卡送现金的活动 就是如果你买500刀的里卡 它送你100刀 你买250刀的里卡 它送你50刀 然后我就趁那个时候呢 多囤了一些里卡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receipt 我这款包加税的最后价格是4294 但是我是用CF卡 实际上相当于它打了一个8.3折 实际上我只花了大概3500刀 然后最后就买到了这一款包包 而且现在如果你在网上看这款包包的话 它已经涨价了 它的价格已经到了4150刀加税 加税大概就要4600刀了 所以我相当于是一个省了1000刀的价格买的这个 然后大家也不要觉得现在这个活动没有啊 什么的就比较灰心 因为我觉得CF Mall 因为疫情的关系嘛 它会经常有这个活动 因为据我所知 它这个送礼卡的活动 它就已经持续了大概有三个月之久吧 就很多小伙伴开始说啊 抢不到啊约不上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它这个活动 好像是每两周就有一次 每两周就有一次 但是现在是彻底没有了 但是不排除 我觉得它会在圣诞节的时候 或者是boxing day的时候 它又出这个活动 如果你们家里附近的这个CF Mall里面 有LV啊 这个品牌的话 我觉得你们不妨趁那个时候 多囤一些那个离卡 然后用那个离卡再买这个LV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如果喜欢我这款包包的测评 还有这个开箱的话 请大家一定要帮我点个赞 也非常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我知道最近我比较忙 可能会更新视频会慢一点 但是呢 我还是会不间断的更新我的视频的 然后我的视频主要会分享一些开箱啊 加拿大生活啊 还有我在加拿大养兔子的一些经验啊什么的 还有我会分享一些美食视频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请一定要帮我点一个赞 也会让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